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整个测试的状况是还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但是呢我们希望能够针对于 倒站播放系统的一个播放的时机 准确点 还有相关月台门的掌握 开启警示 甚至呢导轨系统的夜间 加强警示等等 甚至呢驾驶的辅助系统 是不是还有加强的必要 我想我们会要求 汽车公司跟专管公司再来做研究 再来做改技术 真正营运的时间会到明年六月底开始 那如果八公里免费有继续实施 VRT的收费会跟八公里免费 充分的结合在一起 另外呢会有一个月的免费期 来让大家来做启用 年底呢会通到台中港 后年呢我们希望能够延伸到 太平以及大甲地区 这就是一天 张 记得